喝流程习真的可以来以往失地症吗? 美国哈佛台下研究就发言说 当期吃素食跟喝流程习可以来管理失地症 研究的文章也说 每天喝一杯流程习的人 比起一般的人出现失地的总控计率是降格了什么 对主南岛病医生经来看医生就来解释 失地症的以往以及治疗的生息 稍微新闻请我们做回来了解 现在等待流程习的三个 经济十一月份肯定在美国基砍 生经内科的一项研究 美国哈佛台下将对2万8千位男生 进行20年的对中调查 发现每天临一杯流程习的人比其他人 出现失地症状的记忆给了三下 这是流程习和人体公民的保护有关 也进食健康饮食 对映患短脑体化的重要性 那饮食的部分他当中发现了几个比较特别的结论 就是第一个吃蔬菜的比例高的人 他其实是自认的机会比较低 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喝流丁汁的部分 那流丁汁的话 虽然说他里面有一些项目描写的特别的详细 那只不过总结来说 如果说针对于没有糖尿病的病人 如果使用上流丁汁 他大概可以降低那个 自觉记忆退化的部分大概高达三成左右 营养素也表示 流丁含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 而且尝语丰富可以以后比较 也可以允认汇腾生肝 那是可以直接吃流丁 好处是比流丁吃多少 流丁它富含膳食纤维 然后有维生素B、维生素C 还有一些果胶 那它也含有一些蛮营养的那个植化素 那植化素包含了柠檬泉、柠檬C 当季的水果它的营养素含量是最丰富的 还是鼓励就是民众多摄取当季的营养素 尤其是当地、当季的那个水果 那维生素C的部分 其实对很多的那个 每个人都是身体需要 大概每天需要100毫克 那如果每天吃到两颗的流丁的话 就可以摄取到足量的营养素 今年因为风太久 各种水果龙风修 造成流丁买求比较差 我们老便宜也够的民众 多多买流丁 对了用实质的行动来允在地的高龙 也可以照顾自己和全家人的健康 在这里的行政仓报导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大家